为了加快脚步打造草屯镇亲子游乐园 县长林明正一行人 冒雨前往正立游泳池后方的用地勘察 表示这块预定地将近是公顷 目前由妇疗社区任养 平整草地及桃梨等值灾 环境维护得相当的好 非常适合打造成别具特色的亲子工荣市公园 并且有足够的腹地 容纳同样被收献民期待的草屯国民运动中心 对我们将来的年轻爸爸妈妈 其实是他们所期盼的一件事情 那也希望说这个计划赶快的一个推行之后 那也会让我们草屯镇证明 那还有其他的县民 能够来到这边做一个运动 还有带亲子来这边做一个活动 那我相信说这是大家所乐见的一件事情 带小孩子来这边游玩 现在准备我们的儿童工人会先来做 大概我们会准备六千万的经费 来先把儿童工人做好 另外体育中心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要详细设计 先员唐晓芬表示 这块预定地占地达3.998公顷 除了善用现有维护良好的环境 打造符合亲子需求的游乐园 县府也将规划 新建国民运动中心 预计先筹错五亿多元的预算 其实这边的腹地非常的大 那其实也盖国民运动中心 也是我们证明 以及我们县民非常期盼的一件事情 尤其在我们邻近的彰化 还有台中 各地都有国民运动中心 所以自从小芬上任以来 那也非常接受很多民众他们的期盼 那希望说在我们草屯镇 能够新建一间国民运动中心 体育中心在这边 可以说环境非常的优美 又距离我们学校很近 所以学生要来这边 晚上这边做运动都非常适当 给我们草屯镇带来新兴向荣的景象 南投县第一座大型工融市 清子生态园区 在民间乡启用后 假日时吸引了很多人潮 看到家长和小朋友的期待 政工所和县府合作 让草屯镇也能够很快就拥有清子游乐园 记者洪一伦草屯镇采访报道